HELLO 大家好 這裡是專注遊戲的狐狸牧場 我是吃虎 任天堂在前陣子才正式宣布 未來的新主機將會沿用他們目前的Nintendo帳號 卻有地方在最近宣布 Nintendo Switch網路服務到2026就停止 另外隨著時間越來越靠近2025年的3月 對於一些忠實的任天堂玩家來說 最擔心的重點是關於黃牛的問題 這件事情在最近也有新的爆料傳出來 Switch的成功似乎也讓其他的廠商 重新看中掌機市場 前陣子XBOX方面有掌機的消息之後 這陣子索尼也有掌機的相關消息 除此之外我們的老朋友Ubisoft又有新的消息 今天的影片就讓我們一起來聊一聊這些話題 不過在影片開始之前 突襲暗影傳說正在送出兩位超強的史詩英雄 而且還有一隻傳說英雄孫悟空 這對於新玩家來說能夠大大的幫助快速上手 推進遊戲進度喔 在前期就能夠拿到這麼強的角色 真的太猛了喔 只需要把影片看到最後 用我的專屬連結下載就可以拿到他們喔 遊戲中簡單的關卡支援自動戰鬥 困難的關卡則能夠享受操作細節 角色上有超過800位角色可以收集 透過虛空碎片獲取角色 角色有細有度的區別 也能夠進行技能搭配 我最喜歡的是角色隊伍組合喔 可以根據攻擊型、防禦型、輔助型、生命型等等的角色特性 來組建強力的隊伍 讓通關更順暢 這款遊戲不僅帶來了輕鬆休閒的體驗 還有收集角色和挑戰關卡的樂趣 無論是在手機打發時間 還是PC上認真遊玩都相當不錯 如果你是過去的玩家 新的活動會提供更多的新內容 新手玩家則可以透過資訊欄連結或QR Code參加活動 並獲得專屬的獎勵 註冊後將會贈送食屍英雄塔戈爾 達到15級還能夠獲得高等精靈食屍英雄泰瑞爾 此外現在只要在11月30之前登入遊戲 並輸入Monkey King 就可以獲得超強大齊天大聖孫悟空 Nintendo帳號的持續延用 不曉得對大家來說是好是壞 我自己是滿樂見這樣的狀況 個人的資料不需要重新處理 加上這次還有遊戲的向下相容機制 讓玩家在未來買新主機的時候 在預期上會是拿到就能夠開完 不用做太多的前置作業 不過各位如果還記得的話 全世界還有一個地方 他們的Nintendo Switch 並不是由任天堂本身自己經營 而是完全交給了代理商 那就是中國特別版的Switch 之所以在中國沒辦法由任天堂自主經營 最大的原因之一 在於整個遊戲市場的機制不同 中國遊戲上架本身需要審核與版號 對於不熟悉相關領域的跨國企業來說 確實就會比較不方便 也因此普遍的遊戲公司 會透過代理商的形式 來進軍這個有廣大人口的市場 不過也因為有專屬規定的緣故 遊戲主機本身在中國發售的官方版本 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能夠買到的版本 在內容上就有很大的差異 商店本身不同之外 能夠玩到的遊戲量也有很大的不同 這樣的結果就導致了 真的想要玩Switch的中國玩家 根本也不太會去買所謂的官方版 而是直接透過其他的通路 買水貨主機來玩 也因為水貨版本躲開了審查的緣故喔 之前才有機會發生有趣的 猛男減速之迷因嘛 在中國依然有不少Switch的玩家 但顯然沒有多少買官方主機的玩家 這就導致了代理商整體的銷售狀況不理想 那麼是否要持續代理 就會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這個問題本身在Switch這一代的時候 就已經存在了 然而隨著新主機發布消息的時間 越來越接近 這個問題也算是被逼著浮上了檯面 畢竟要是騰訊選擇繼續代理新一代的主機 玩家依然持續購買水貨 這個代理做起來呢 那還真的很辛苦耶 就在最近騰訊方面給出了最新公告 確定Nintendo Switch的網路服務 預計將於2026年停止營運 到時候包含不能下載遊戲 不能連線遊玩 不過騰訊方面並沒有提到 關於下一台主機是否會代理的計畫 這就會有兩種可能喔 一種是他們依然持續代理 但是接下來呢 會配合任天堂方面的網路帳號計畫 有可能會讓中國也能有一般的系統可以使用 他們只是代理主機與實體遊戲片的銷售 另外一種就很有趣了 那就是騰訊打算依照目前的方式繼續代理 也就是未來新推出的下一台主機 依然會推出中國的專屬版本 但是因為騰訊沒有打算要做向下相容的網路服務 畢竟中國的系統跟國際的不同嘛 不會是由任天堂一起處理 所以騰訊決定在中國自主性斷代 如果是這樣的結果呢 那就只能說賣中國官方版主機的玩家 真的相當可憐喔 當然還有最後一種可能 就是任天堂又要暫時退出中國官方市場 並且持續尋找下一個合作夥伴 最終會有怎樣的發展 就要等後續公布才會知道了 不過關於騰訊停止網路服務的時間 是2026年也同樣引發了一些討論 畢竟他是代理商 如果考慮到新的主機 也可能會繼續代理的情況之下 有玩家就認為這個時間 暗示了任天堂新主機推出的時間 不會真的拖到2026年 而社會在2025年公布並且同年發售 而中國版因為會需要審核的緣故 或許會晚個半年左右 剛好目前的Switch在預留半年的停止服務緩衝期 不過這就只是網路上的一些猜想 實際的狀況可能會有所不同 這邊也很好奇啦 有多少中國玩家是真的跑去買騰訊版主機的呢 新主機的消息最讓玩家擔心的 其實是黃牛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最近也有新的傳聞傳出來 這個部分實際上並沒有官方消息 而是網路上的一些爆料 我們就單純的拿出來討論一下 根據網路上爆料的說法 任天堂為了避免重蹈覆測 這次在新主機的備貨上 為全球一次性準備了700萬台的主機 以確保第一時間充首發的玩家 都有主機能夠買 關於這個爆料呢 我自己會覺得他有一定的可信度 因為任天堂的社長在之前的問答當中 就有提到他想要處理黃牛的想法 過去的任天堂啊 或許不太會一次性的備貨那麼多 但目前的Switch有一個關鍵數據 確實讓任天堂很安心 就是一年之內持續有打開遊戲機的玩家人數 以及任天堂會員的訂閱人數 透過這些資訊呢 會讓現代的遊戲主機廠商更好地去評估 新主機推出的時候首發的備貨數量 對我來說700萬台這個數字喔 我比較會擔心的是 目前的任天堂700萬台真的夠嗎? 這個想法或許聽起來太過看好任天堂 但實際上 任天堂這幾年在IP的經營上呢 比起以往還要成長很多 馬六的電影也獲得了成功 任天堂的商店營收表現也相當誇張 在日本的娃娃機隨處可見 任天堂旗下的IP甚至都是熱門商品喔 這些IP的拓展最終也會轉化成為主機的潛在客群 雖然這些受眾或許不會是衝首發的受眾 但在現代社群媒體如此發達的年代 隨著第一波的開箱分享完之後 推動玩家們想要購買的動力很快的就會出現 這就要看任天堂預期這700萬台要賣多久 如果後續備貨沒辦法跟上 那或許還是會迎來黃牛出沒 而最關鍵的問題呢 還是在於任天堂新主機的售價 以及不同地區的配貨量 要是台灣的配貨量不高 主機的價格也不高 那麼第一時間會不會被囤貨的黃牛先壟斷 也會是一大問題喔 不過在被囤貨之前喔 台灣最讓人無奈的應該是特有的銷售方式 同捆大禮包 透過玩家想要的商品 去把賣不出去的商品 藉此來清庫存 當然很多時候也不是店家願意的 而是更上游的批發商 配了很多要清的商品給店家 導致店家有壓力只好賣大禮包 這樣的狀況呢 在接下來的主機上會更容易看到 最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玩家很開心的向下相容 我們是可以玩原本的遊戲了沒有錯 但是店家同樣可以把原本賣不出去的遊戲給你喔 畢竟那可是可以讀取的新主機 或許比起黃牛喔 這才是令消費者煩惱的問題喔 關於索尼掌機消息的部分 這同樣也是市場的爆料 不是官方正式對外的宣傳喔 有傳聞指出 索尼有意要重回掌機市場 並且這次的重回呢 並不是跟PS Proto一樣喔 採用遠端或是雲端遊玩 而是想要回到可以直接執行遊戲的獨立掌機 並且索尼的目標呢 也並沒有到非常遠大 這台掌機的定位是可以執行PS4的遊戲 以及部分PS5的遊戲 不過消息同樣指出 索尼的這個規劃 目前也還在初步的規劃當中 所以實際上最終會不會登上玩家的視野 都還很難說 不過這則消息到底可信度高不高 我個人會覺得挺微妙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這台所謂的掌機 還在初步的規劃階段 那麼等到它推出的時候 可能會是在PS5的末期 甚至有可能來到PS6的初期喔 這時候一台只能夠跑PS4遊戲的掌機 對玩家的吸引力到底高不高 我覺得很難說 考慮到這樣的結果 我很難相信索尼會做出 這樣的商業決定 有討論提到說 索尼之所以這麼做 是因為看到掌機市場的龐大 另外對家的XBOX已經暗示在做了嘛 索尼不想要這塊大筆 被輕易給搶走 但以現況來看 XBOX本身在市場的定位上 有S這台主機喔 也因此本來就會針對 比較低的規格來做最佳化 掌機就會有機會 能夠持續有新遊戲推出 如果索尼的規劃是讓掌機跑舊遊戲 整體的狀況來看 會有點類似於當初的PS Vita 看似沒有停止服務 但實際上在上面推出的遊戲很少 那麼消費者是否真的會願意買單 我覺得很難啦 既然如此 又要如何透過這樣的方式 來瓜分掌機市場的大餅呢? 以我自己的立場來說 我會覺得或許索尼有機會開發掌機 但如果要開發 索尼必須要去思考 如何幫這台掌機後續的銷售鋪路 XBOX透過最佳化 讓遊戲能夠跑 任天堂靠推出 不需要那麼高規格的遊戲 那麼索尼會需要給出一個前進的答案 才能夠在這片市場上找到定位 我個人身為曾經熱愛PSP的玩家 我依然期待索尼端出的答案 並且如果出了 我也絕對會買一台下來 各位對於索尼要出掌機的傳聞 又有什麼想法呢? 如果推出 你們會想要買嗎? 今年遊戲媒體的好朋友 Ubisoft又有新的消息傳出來了 由於今年各種遊戲的表現不佳 這不單單是只有Ubisoft 而是不少遊戲公司共通的問題 也因此Steam上的同時在線人數 成為了玩家的一個指標 或者對於部分玩家來說 這個數據是用來嘲笑 遊戲公司的關鍵證據 也因此最近就有國外媒體 報導了一則傳聞 同樣是傳聞而已喔 他說Ubisoft目前針對Steam方面表達不滿 認為不應該要公開同時在線人數 根據傳聞指出 Ubisoft認為這個數據屬於保密數據 應該是遊戲公司自己擁有就好 而根據傳聞報導的猜測 認為Ubisoft想要掌握這個數據 才知道如何在財報上跟股東交代 這則消息我個人也覺得微妙 不過考慮到Ubisoft今年的狀況 好像又沒有太難相信嗎 不過我個人認為同時在線人數 對玩家來說是一個很關鍵的數據 第一個是對於可以連線的遊戲 能夠判斷上去能不能夠找到人玩 藉此來決定要不要購買 單機遊戲的部分也可以透過遊玩的人數 知道遊戲的討論度高不高 對於玩遊戲喜歡找人討論的玩家來說 自然也不會想要邊緣的 玩著一款沒有人玩的遊戲嘛 所以要說這個數據該保密嗎 我覺得就看站在怎麼樣的立場來看待 大家又是怎麼想的呢 以上就是近期的一些傳聞與新聞討論 在影片的結尾讓我們再次感謝 感謝圖西亞影傳說贊助本次影片 有興趣的玩家別忘了點擊下方連結 或掃描QR Code 來獲取兩位超強大的史詩英雄專屬獎勵喔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做的影片 我還有其他的影片可以看喔 我是赤狐 祝各位遊戲愉快 在影片 э 2018 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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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ley 寄柳 我們這邊有約一檔 我們喔 describes